哈萨 生命运 天涯 共识时 大家好 我是老师 从毕竹无干的老家的中国农村已经八年了 你们能想象到吗 视频中这个皮肤幽黑的外国姑娘 她对于中国文化已经清车熟路 来到中国农村这八年 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做着一手香喷喷的中国美食 完全地融入到了中国的世界里 今天小李跟各位唠叨一下 这位外国人来到中国农村 不想回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她叫Rose1993年出生 来自非洲乌干达的一位漂亮姑娘 她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让很多网友自愧不如 并且对于中国的美食那是非常的热衷 她孤身一人为了爱情来到 浙江里水市的一个农村生活 Rose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 她在乌干达做着家具销售的工作 因为她老公表妹在乌干达做贸易 通过表妹的介绍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 起初她们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聊天 两人之间差了十岁 在某一天她们双方鼓起勇气决定相见 Rose最终忍下心来 独自一人离开了生活二十年的家乡 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独自一人跑到另一个国家生活 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并且语言不通 Rose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孤独 虽然困难重重 但是都没能击垮双方对爱情的信心 她的老公对她是真的很好 带着Rose欣赏了中国的山清水秀 大好山河 让她一下就爱上了中国文化 便决定留在中国 其实Rose很聪明 她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中文 便可以进行简单的沟通了 经过了半年的生活 Rose和老公终于在中国领取了结婚证 也正式地成为了中国的养媳妇 婚后的生活她们很幸福 拥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的公共婆婆走得早 所以只能她和老公一起照顾孩子 开始了农村养家糊口的生活 对于中国的美食Rose非常的喜欢 本身她的老公就是一名厨师 所以她对中国菜掌握是非常的快 老公出门挣钱 她去咖啡厅打工 而后孩子因为生病她回到了农村 便开始在家边带孩子 边拍短视频 起初因为她是外国人 觉得周边的邻居会不会欺负她和孩子 事实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坏 周边的邻居朋友对她们一家都很好 经常的互相帮助 让Rose觉得中国人的热情非常舒服 虽然Rose是黑人 但是她觉得中国的夏天比他们外国还热 经过时间的推移 Rose慢慢地熟悉了农村的生活 她觉得来到中国她不后悔 虽然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过得很幸福 慢慢的Rose的短视频也做了起来 粉丝积累到了200多万 很多网友觉得她很不容易 独自一人离开了乌干达 来到了陌生的中国 学习这里的语言 适应这里的环境 她在中国生活的淳朴真实 让很多网友羡慕 Rose最爱的就是下厨房做饭 她做的乡村美食 让很多人都自愧不如 八年的时光过去了 这位来自非洲乌干达的女孩 已经彻底地融入到了中国 希望Rose今后的生活会更加的幸福 中国欢迎你 你们喜欢这位杨媳妇吗 请长按大拇指 为她点个强烈推荐吧 对于Rose的故事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来讨论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李劳道 劳道李 关注我 你喜欢的故事都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